欢迎收看金灵天下每年的3月4号是世界肥胖日 那么世界胖可以说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了 根据预估到了2035年 全世界会有过半的人口体重恐怕都是超重的情况 而它带来的经济损失可以说一年高达了4兆美元以上 这样的一个精损就像是新冠疫情所带来 对经济的一个冲击一样 那么现在整个减肥伤机相当的大 所以包括像是AI还有减肥药可以说是来主导2024年的 这个股市的一个表现 包括里来跟诺德 现在合计的市值已经高达了1.28兆美元了 尤其这个里来的市值甚至是比特斯拉还要更高 那么现在整个医药的商机很大 在国内整个药局也现在上演了所谓这个通路大战 而且这也让药师可以说是成了当红炸紫机 甚至还有业者寄出了月薪高达12万要来抢人才 另外在国内旅游的一个部分 很多的民众会抱怨说 真的住宿的这个费用非常的贵 还不如到国外去旅游 这也导致去年台湾的观光逆差是高达了有1.6倍之多 那么业者也预估今年4到6月目前的这个订房率 恐怕是只有五成左右 观光股在最近股价表现相当的疲弱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走势还是持续偏空的吗 好我们先请教陈彦了 我们看到这一张这是世界肥胖地图 那么以这个对经济的一个影响来讲的话 甚至他可能对经济造成的一个冲击 比新冠疫情还要更严重 对因为这个世界肥胖联盟他做了这个调查 他是说到了2035年全球一半的人口可能会操纵 其实操纵不一定胖 但是问题是你的体重可能超过一般健康 维持的一个标准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影响 然后他说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数字 这个数字满惊人的 4.32兆 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到底它的冲击有多大 大家去想象一下COVID那一段时间 对你生活的影响有多大 那就有多大 所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是很震撼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谈这个 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 它非常的重要 甚至刚才你讲到的里兰 对不对 他也因为 这真的就是靠这个概念 然后他整个股价 那个一路狂充 大家都无法理解为什么 国界署约统计 台湾2016到2019过重的人口有多少 47.9 我将近一半了 对 你这时候该不会又要戳我的肚子 说肚子太大 将近一半 2017年到2022 这样有点累 还是算的 他说到50.3 就是两个成年人就有一个过重 对不对 我跟三门座在一起 就是两个都过重 那以亚洲国家来看 日本的比率只有4% 对 就是我们是50% 它只有4% 那你看台湾是不分年龄 是45.4% 45.4%跟4% 不分年龄的意思是 不管你哪一个年纪 其实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口 过重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确实蛮严重的 所以台湾肥胖的比例是日本的 10倍 高10倍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主要的关键 应该是饮食没有错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家里 其实是高油 高盐 高糖 可是在日本他们 你比如说生鱼片也好 什么这一类的饮食 大部分是新鲜 比较少加工 再来我觉得生活态度 好像也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都要快 可是日本不是也快吗 可是我发现他们平常 喜欢骑单车来代步 这个对身体是非常好 另外一个政府跟企业鼓励 我觉得也有关系 你看他们2008年开始 就规定40到75岁 男性腰围不得超过33.5 像我就没有超过 女性的话是不可以超过35.4 大概80公分左右 甚至有游戏公司规定说 你只要超重 你减一公斤有5000块 这个满吸引人的 满吸引人的 这个很好的一个奖励 甚至如果你觉得5000元的礼券 因为这应该是日元 不是应该 就是日元 你会觉得好像也还好1000多 来 麻烦看一下杜拜 他给出的是2017年 推出减重换黄金 30天减一公斤就一公克 减一公斤一公克 那现在一个月瘦一公斤 就给你一公克的黄金 而且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 你有多少本事 你就尽量减 甚至印度 去年8月中开始规定 警员要记录自己的体重跟BMI 就是你这个 你就可以量出 你到底现在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11月之前没有减重 或被退休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因为你要逮捕犯人 你的跑步可能会太慢 你可能会太喘 甚至你没办法过肩摔等等 这都有影响 那当然我们从整个 这个肥胖的状况来看 其实各国确实为了这个部分 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很多国家都鼓励 他们民众要减重 其实他们都记出不同的政策 对 而且你刚才讲到的鼓励 他不是只是说 我希望大家尽量减少你的体重 如何如何如何 他是直接很实际的行动 你看英国他怎么做 就是为了减少人民 摄入不健康的食品 但是什么叫不健康 你总是有个定义就HFS Double S 简单讲高质高盐高糖 薯条 炸鸡 这种东西实在太好吃了 我们今天吃就好 明天开始就不要再吃了 好不好 所以他就禁止 你看2022年10月开始就禁止 而且禁止怎么样禁止 其实我也不能叫你不卖 对不对 因为这样也不对 但是你不可以放在商店的路口 因为有时候味道很像经过看到 或是收银台附近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 太显眼的地方不可以拜放 结账的时候就顺便拿了一根巧克力棒 就很顺手就直接拿 好好吃就顺便 对不对 叉叉如家之类的 全世界甚至丹麦 第一个征收肥胖税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容易 果然丹麦当时希望推动肥胖税 其实我觉得也没道理 对不对 就是我自己的体重 我自己选择 你还跟我课税 所以过重的话会课税 会课税 然后2011年10月推动肥胖 只有13个月 我就推不成功 其实减重这种事情 其实要从心里面去出发 去告诉他这件事 对你有多重要 因为他这个税收 其实为了阻止 食用高脂食品 对不对 但谁会反对 我问你 谁会反对 请问我们刚才讲巧克力 我种巧克力的有错吗 对不对 我薯条 我种马铃薯的有错吗 所以农民跟食品公司 当然第一时间反对 马上跳出来反对 当然第一时间反对 好 那你说 行政成本提高以后 也不会导致裁员的问题 所以很快 13个月 所以我觉得从良心出发 你看 但是影响还是很大 日本高龄人口 每年吃掉30%的健保预算 所以后来 那你看有趣的事情 你注意 他为什么你会吃掉 这么多健保预算 跟体重有关 所以他就强制去控制你的腰围 这个非常的重要 而且医学专家说 标准过于严苛 但是其实你说 他说你看日本 公共医疗支出 转嫁给食人机构 相当不以为难 可是我觉得出发点还是对的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减重跟经济的影响 真的是很正相关 这个绝对有科学的数字 来这个佐证 你看第一个 你体重过重的时候 你要 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 我曾经体重高达90公斤 对 那时候都没有人要找我上节目 因为看起来 就把整个画面都占据了 所以我就努力的减重 我减了10公斤 我现在 你现在看到的我 其实减了10公斤 你看体重过重的过程中 你的效率也低 因为我曾经录影录到一半睡着 还被停号抓到 那时候就体重过重会有这个问题 像你看美国的肥胖率超过40% 它对产出影响1% 产生1% 肥胖的比例超过40%的话 影响到他们的GDP 1%很多 那现阶段当然你还会有很多的并发症 比如说当时我自己胃食道逆流 背部疼痛等等 太多了 所以我也认知我应该要减重 那高盛也说像就是你看 GLP药物日益普及 发生肥胖病发症的发生率 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其实你体重降得下来 你身体变健康 你是不是劳动生产力会提升 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的消费力一定会增加 你换衣服 买漂亮的衣服 你又出去玩 所以对美国的GDP 你看反过来是上看1% 所以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 另外一个如果肥胖的比率 就是肥胖的人口就超重 的人口太多 其实成本会提升 WHO做了一个报告 他说用在肥胖的卫生医疗支出 是9900亿 确实我刚才讲到的 你体重过重会相对应 带来更多的一个疾病 对不对 这个部分 如果你是一个社会福利的话 你这个支出会大幅度增加 相当于全球卫生支出13% 全球卫生支出一成以上 都是用来这个肥胖 很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你看医学 这是英国的一个杂志 他们最近做的研究 2060年如果平均肥胖 这个上来 成本会上升到GDP的3.29 可是2019年才2.19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大家还是要去重视 当然我觉得体重能降下来 身体健康 生活也更美满 高达了1.6倍 尤其很多民众都说 如果你在台湾玩 就住饭店真的好贵 所以很多人是宁可到国外去玩 对 你看交通部长王国才讲这段话 好像很有道理 其实我要戳破一个逻辑 他说如果我们的旅客 恢复到1200万人次的话 那住宿的离风价格 就可以填补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价值就可以降价 他如果没降 我就骂他们 听起来很好 所以他说国内现在住宿这么贵 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这个人次吗 问题是你只要达不到 他不降价 你就不能骂他了嘛 所以他的前提是 要恢复1200万人次 假讲 有没有可能 我跟各位讲 难度有多高 去年是648.7万 简单来讲 我们零头不要算 是不是要翻一倍 那你要翻一倍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 大家觉得国内的旅游环境 比国内的更吸引了 比国外的更吸引了 可是实际上 你看出境是1054万人次 就是你刚才讲到的 光光逆差 大家宁可出去外面玩 然后不要待在台湾玩 那来台湾的 其实比我们出去的少更多 那你怎么填补 你怎么填补 因为台湾饭店住宿很贵 所以对业者来讲 我好不容易有客户 所以我想办法拉高来赚钱 有多贵 我们就讲 所以现在比较贵的是南投 南投多少 一个晚上 14668 平均 房价平均 你要住好一点点的 可能有湖景的 那可能两三万跑不掉 现在是全台最贵 那一般旅馆是三千 零一十五也全台第五 民宿每晚三千一 全台第四 可是当然你说南投 他也有解释 说我们就只有四间观光旅馆 寒碧楼当然贵 云品温泉当然贵 日月巡购也是贵 粒粒温德姆温泉费也是贵 能怎么办 所以来的都是高端客户 所以我当然就两三万 可是问题是 实际上整体来讲 不是只有他贵 我就讲 全台湾到处房价都贵 那2023年上半年 旅馆业平均房价多少 4618 比2022年同期是增加500 涨14%多块 涨14% 我跟你讲涨14% 平均嘛 那一般旅馆2647 涨198块 涨8.1对不对 可是你说日本很贵 那个停好一天到晚去日本 有钱人 然后就到处去玩 你看东京9366 新加坡9169 香港是8089 台北多少 7083 比京都首尔还贵 好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我过年期间 过年我出国去玩的这个照片 这个在华西 泰国华西 然后我住的这个是真的 算是很高档 看起来很高档 非常非常高档 我其实一度真的不想回来 我真的不想回来 就在那边 除了建筑物很美 还包括美食 还有美食 而且还有帅哥 你不要故意跳过这一餐 还有帅哥 对不对 有下午茶有早餐 随便你吃 坦白讲 美食超多的 你都不出门 就在那边待 大概一个晚上多少钱 你觉得一个晚上要多少钱 如果按照南投 南投线 这几个顶尖旅馆的话 大概一两万吧 大概要两三万 如果说在南投 在南投的话 在这个地方 一万块搞定 我还讲包含两餐 包含两餐 那你说我买个机票 你还一泊二十 对那你说我买个机票过去 机票来回也才九千块 而且搞不好 我出发要去机场的时间 然后我到饭店 他们也刚好从台北到旅馆 南投 因为塞车也会很严重 因为到泰国也很近嘛 对 所以你看为什么 靖怡大学观光系副教授 他说我们的假日的房价 假日 我们还强调假日 假日 对 是亚洲国家成长最高的 没有办法 平常不能出去啊 像我这一次 我本来 我比如说清明 不是廉价四天吗 我想说带我家人去高雄走一走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吓我一跳 平常过去两千多块的住宿 翻了一倍 其实在国内如果在国内玩的话 其实在过年期间很多房价 真的是涨一倍 真的涨一倍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订不到 真的订不到 可是其实是有空房 因为太贵了 我说订不到 不想花这个钱 太可怕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压力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压力 反映到整个观光的股价 那观光股会被影响吗 实际上我觉得慢慢的 因为之前坦白讲疫情回来 确实有一波疫后的红利 但现在说四到六月的这个定房率 是只有五成 现在目前只有一半 我想问你 以现阶段这样的一个价位来讲 你宁可是不是去东南亚 甚至或去日本 对不对 所以后来股价修正的非常严重 我这个是什么 光光参旅指数 光一个指数要跌成这样 代表所有的股票都不好 可是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 10月 11月的时候 曾经有一波反弹 大家抱着一个希望 当时确实很多预售的卷 卖得非常的好 可是我跟大家讲 对 可是我跟大家讲 站上年线以后就没有上去 代表长期的空头还是存在 所以它是弱势反弹 对 然后我再问大家 一般来讲 这个寒假是不是应该很旺的时候 可是它股价不但没有涨 还破底 都没有反应 还破底 对 那我现在就想问的是 这次的暑假有没有机会 如果这次暑假 还没有办法上来的话 其实我们担心 我们的部长真的得努力想办法 你不让更多的旅客过来的话 大家都拼了命往外跑 实际上我们的观光产业 可能会变成产业变成产业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毕竟破了年线以后 还在持续破底当中 傅 咱包